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布的这份民调 民调显示蓝绿白经过几个月的整合或纷扰 蓝营已经不见去年九合一选举后的优势 绿营也已经不再完全是劣势 李教授对此您怎么看 对好像这个民调把过去民进党执政不利 亏欠台湾民众的都一笔勾销了 也把好不容易蓝军累积起来一个气势 好像也打消了 但是我认为这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蓝绿两党都有党内初选的 这样一个机制或叫折磨吧 民进党里面我想赖清德跟蔡英文 在这样一个党内互砍互杀的过程里面 他们动用的派系力量或自己的子弟兵 这样的杀戮的确对绿军是有损伤的 那当然国民党也不遑多让 国民党的这个参选人人数更多 而且表现出来的这个好像还更复杂一些 所以我觉得在蓝绿两党都面临党内的 竞争这样的态势之下 那么一意待劳的柯文哲的确是占便宜的 我们常讲台湾的选举有时候是扣分最少的 常常最后会赢 柯文哲现在是西线无战事 几乎就是没有扣分的机会的感觉 现在有扣分是他自己惹来的 自己的出言不逊 出言不正确的引起来的一个踏法吧 那而且他很聪明的 柯文哲你看他原来告诉媒体说 要不要参选他六月再宣布 最新的说法他说他要八月再来告诉大家 他把时间点一往后延 其实对他这样一个有全台湾知名度的人 要参选一点都没有时间的压力的 那只是这个时间点如果再往后延 其实已经放到民进党 放到七月国民党全代会里后了 所以当两党蓝绿都决定人选之后 他再来对外宣布 我觉得到时候那个宣布的气势声势 才会展现出来 所以柯文哲其实不是政治素人 他的精算还真准 第二我觉得大家最诟病就是 所谓的参选的正当性问题 我想国民党的特别是韩国瑜 现在看起来是绅士最好的蓝军候选人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他吃亏也最大 反而对柯文哲的参选 同样都是现任的市长 但是因为可能柯文哲已经是第二任了 所以反而在桃竹苗 在中张头 在南部高平 对于柯文哲能够代表 第三势力来参选 同意的比例很高 过一半过半数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参选的正当性 未来怎么去解释 说明得到民众的谅解 可能也是蓝军要注意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在这个选举当中的后面来看 不可以小事 不可以小事 不可以小事